早幾天我去了拉斯菲基斯 去了四天三夜 其實我一直看新聞 但我發覺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到大局的事件 基本上都是那些事大家也知道 你說那些衝突那些 講來都沒有意思 只不過是有時 一個星期是靜一點 一個星期是急一點 但是整體的大方向 趨勢是沒有變 不會那麼容易變 基本上大家都去看 一步一步 越來越多收緊 用多些條例 一步一步 上得床來牽屁 這些全部是預計的 你要知道 整個左翼精英的progressive 理念就是 先製造一些混亂 製造混亂之後 然後 為了化解危機 就去收緊一些條例 這樣就慢慢中央集權 整個歐盟都這樣砌出來 所以 預期香港 現在都是 一步一步 經濟出現問題 變成我要說的話 都差不多說了 暫時沒有新的補充 除非有大的影響 我才會說 今次我住了Aria酒店 題外說一說 這裡就是 那間中餐館 裝修是挺漂亮的 但你說好不好吃呢 就是中規中矩 但情調是不錯的 但情調是不錯的 我去的時候 是5點左右 太早 還沒剛剛開 要等一會才開門 根本是 所以就沒什麼人 而且 當地 中國人是極之少數的 是很少的 大部分 都來自其他世界各地 這間 他吃的東西 就比較實在 就像一般的酒樓 那些 菜 就不像 Trump Tower 那些中餐是很fancy 就是很考心思的 這些就是比較實際 你平時吃開的 那些 喝喝吃吃吃 遲下再說 那又是我想說回 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特別去那些名牌 Outlet 買東西 那 是Made in China 的 是少之有少 幾乎絕跡 那我也都不是刻意去 怎樣的 我自己買了幾樣東西 我都是看款 先的 但是 都發現是沒有一樣 我買了五六樣東西 沒有一樣 Made in China 一件 就來自叫什麼 El Salvador 即是 即是 西班牙文解 救世主的意思 就是中美洲的國家 來的 還有一件 就是Bangladech 然後 這件 就是保加利亞 我買了一條褲 就是印度的 然後 我買了一個眼鏡 就是意大利的 最後還有 就是手提電話 新的手提電話 是 泰國做的 順帶一提 這個Sony Xperia 1 我覺得是真的不錯的 我會另外做一條影片 我之前就放了少少少 提示 在那裡 把少少花水片段 放在那裡 不過實在拍了幾多 所以有時間蠻緊緊的